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战争 而且现在已经听到了名鼓声音了 好这个是现在在经济的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说最近你有在进场的话 就会发现真的是讯息万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在美元升息的情况之下 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所有的货币 有人是这样讲 说虽然你救了美元 但会不会有点自私去杀到你的好朋友 纽石就直接讲了 说目前他看起来在英国跟大部分的欧陆 美元的状况会急速的加深他们的通膨 会让他们的人民更难过 而目前也有研究机构讲 说目前在全球已经会发生一个严重的衰退讯号 欧洲的美元指数也已经标破了114了 今天你看到了英镑已经升到了20年来的一个新的低点了 他们对美元现在很有可能会在半年内跌破平价 也就是1比1 天哪已经好久之前没看到这个数字 甚至还有人说到年底有可能会破1 他们就讲了 说这真的就是英镑的一大危机 逼近了37年来的低点 至于日元的部分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宽松下去了 砸了三兆元要来救会市 但仍旧hold不住那个走扁的态势 那你就要问了 只有这样吗 亚洲货币除了日元之外 另一个领头羊 人民币这一次也没逃过 目前看到的是 人行已经出手了 但是仍旧是往下走 人民币现在跌破了7.17 所以同样是投了大概有5990亿的台币 再救市 那大家就讲了 人民币加日币持续在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跌势没有办法止住 就怕会有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 你会问 可是我们先前不是有讲吗 其实他们是有在布局 有在安排的 因为其实从上次的上和位 以及金砖他们的会议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开始在布局 透过地域政治这边 他们区域性的 在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 包含人民币 包含卢布来做结会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 有所谓的金融缓冲区 可以救一救呢 中美之间在货币的这个部分 现在开始布局 同时也开始在彼此之间的力量较劲 而科技这一战 现在更是一个大战场 原因是因为晶片法案 527亿美元 要来发展半导体 可是他们自己的研究员是怎么讲的 说你这个钱大大不够 原因是因为你说你要建14座新厂 可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到2030年 是要建30座的新晶片厂 所以他就认为 美国你觉得你花了527亿美元 但是跟中国的投资比起来 还是相形见处的 而Plinker则是一再的强调 在台湾现在做晶片生产这件事情 对全球是有毁灭性的影响的 从晶片导到了所谓政治安全话题 台海议题 在今天国务院的发言人 普莱斯也是非常罕见的 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表态他讲了 他们现在仍旧是所谓的一中政策 但是不是一中原则 对于台湾的主权 他们没有采取立场 直接又再讲了一次 很罕见的直接这样说了 但是其实他们的企业 对于台海的担忧 目前是非常忧心的 创下了16年来的新高 特别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半导体产业 他们已经提出了警告了 说这是16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也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央视公布 说殲-15的舰载机 竟然是从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飞过去 那大家就开始要查证 他们是说看画面 好像从这上面飞过去 不过大陆的军事专家宋忠平讲说 应该还是有维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他强调 这就代表着中方他们现在面对 有人在靠近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直接的表示 驱离对方 他们不会畏惧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说 美国的巡逻舰 在太平洋这边 是往上走一点点 北极圈这里 竟然在白令海遇到了 中国巡洋舰 发现了中俄编队 大家就要问了 极圈站是不是 也在蠢蠢欲动当中 请教赖老师 回到最初 目前其实对所有投资人来说 对所有的人民来说 因为通膨议题 因为美元问题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会不会有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 美国人真的不管别人死活 美国已经可能不带来的 已经不只是亚洲的金融风暴 我们担心的是全球的金融风暴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一个国家 自己经济的多次的失败 我们把它称之为金融的失败者 经济发展的失败者 这么样的一个无能跟失败的一个国家 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 这个可恶自己 因为美国他挟使的是什么 他挟使的是 他是全球各个国家最大的外汇存底的国家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各国的外汇存底 美元大概都占六成 去年的时候大概在占59%多 你看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 主要还是以美元为主 美元在国际的通行的货币中 他至少占45%以上 占比这么大的一个美元 2008年 他的二次信贷的危机 我们把它称之为金融的失败者跟无能者 当他发生了他的金融失败危机的时候 他要全球帮他买单 这次疫情来的时候 他一直印钞票 当时已经很多经济专家在提起美国 说你不可以这样印 你这样一直印的话会造成通货膨胀 而且解决不了问题 你应该集中力量在防疫 而不是一直在印钞票 结果美国拼命的印钞票 拼命印钞票以后 我们看到又跟俄国爆发的更紧张的关系 俄乌的冲突中 那么他要求北约还有欧盟G7 对俄国实施能源的制裁 那能源开始飙涨了 能源飙涨物价飙涨 美元大量印的结果 日元也大量印 欧洲也大量印 都在大量印钞票的情况 尤其这些G7的这几个强权 全部都是拼命的在印钞票 这一印还得了 全球的通货膨胀开始发生了 美国通货膨胀很严重 他就开始又自私自利的指挥自己 不断的升息 他不断的升息 不断的缩表 那当然他就造成 这个美元的币值一直升高 而这样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的美元的外汇存体这么的高 他知道他的这个世界的流通货币 美元占主要的 而他一直升息的时候 他就造成了世界各国的货币 往美国流动 那世界各国的货币往美国流通 最主要就是因为 世界大部分的包括能源 甚至煤矿石油 天然气黄金 甚至大宗的农产品 几乎都是用美元计价 台湾的很多的买卖 包括电子产品 很多都是用美元计价 都有美元计价情形下 美元一直高涨 美元一直高涨 你想想看 它会照带来什么结果 大家往美元的方向来移动 一直升息 一直往它那边移动的情形 我们台湾进口的这些能源 是不是成本就越来越高了 我们进口的这些粮食 成本就越来越高 成本越来越高 能源价格越来越高 政府根本就是在做补贴 一直在做补贴 一直在做能源的补贴的情形下 你想想看在台湾来讲 那就是谁是用电大付 谁的补贴就最多 那就造成了一个经济上的不公平 财务在分配上的不公平 而且对于整个政府能够用的钱 造成问题了 好 那我们要足扁的话 你看现在就拿台币好了 台币现在要足扁 你要足扁怎么做 你就中央银行要升息 可是当中央银行一升息 假设目前来讲估计可能会升息2% 假设你升息到2%的话 那像银行贷款的人怎么办 他的负担就真大了 他的薪水没有增加 物价都在上涨 而现在又升息 他假设他买一个房子贷款1000万 你想想看你升息到2升息到3 他怎么办 他的一个支出 他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极端自私自利 又极端失败 然后他给全世界带来的是痛苦不堪 我觉得这个国家再不好好的反省监讨 而且世界各国要团结起来 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 那么成为一个主导的全世界的货币 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应该走的路 是 那请教余芳老师 因为他现在看到了 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 他开始做地域性的一些金融方面 货币上面的安排之外 其实科技对峙的这个部分 这一战也很重要 连他们自己人都讲说 你以为你头527亿美元够了 他觉得跟中国比起来 大大不够 你怎么样来看 坦白讲半导体的问题 我后来最近也看了一些资料 在所谓的高阶的晶片 所谓比较精密度 比较大的晶片 中国大陆的确是真的是 没有办法跟西方国家相比 尤其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 然后美国现在又全力的在对付它 这个不仅他的高阶的晶片不卖给他 还不准台积电卖 不准西游国家 然后连生产的设备 像光刻机荷兰 他也不准卖这样子 那人才大概这些也都管制 所以中国大陆未来在所谓的 高阶的晶片的发展上 未来是真的是会有很大的瓶颈 不容易突破 因为前面他们花了很多冤枉钱 所以你看很多的公司成立了不久 花了一大堆银子 国家的补助 然后就倒闭这样 所以真的要突破高阶的 这样一个晶片的生产 不容易 你看台湾半导体的产业 是一条龙 是整个产业链 可是请问台湾用多少时间发展 是不是 没有李国鼎 孙运贤 蒋经国 有今天吗 这样几十年搞下来 所以中国大陆真的要走到 那一个状况 要发展到像台湾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阶段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比较低阶的晶片方面 它已经取得这个技术 它有这个设备 它可以大量生产 然后这个市场 所以高阶晶片 有高阶晶片的买主 中低阶也有中低阶买主 所以中国大陆未来 大概就像它其他的这种产品的发展一样 非常中低阶慢慢往上走 但只是说目前看起来 中低阶这方面它大概不会有问题 而且全世界未来很多会吃它苦头 因为它生产的量非常大 这个就像我们常讲的这个面板 太阳能的设备 等到它开始去发展 它具备这个技术 大量生产以后 全世界都被它收拾掉 我们的面板曾经很有名 南韩也很有名 日本更有名 现在呢 大陆被大陆打垮 所以这方面 所以这要看哪个阶段去比 真的是如果中高阶的话 中国大陆未来要赶上美国的 看起来 那个时间会比原先 中国大陆政府估计 跟我们所估计的 要长很多 这不是简单 那讲两点美元的问题 这每个国家都支持的 它为了自己 它要打它的通膨 所以它就 就采取很多措施 尤其让美金不断的升值 那这样子来的话 你当然其他国家 你只有跟着升值 要不然你的钱就跑光了 美金这些钱都跑光了 所以这个美国是指示 那其他国家 自己也应该用这个去看出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路要走 你完全去依赖美国 那你看美金在升值 他会说你台湾可以不要升值 我来帮助你 帮也帮不了 所以要依赖自己 而不是依赖别人 但人民币未来 你说要去取代一下美元 这条路太久了 我们要就事论事价 你看2021年的3月 全球的主要货币支付的市占比 第一是美元 39.43 一路排下来到人民币 这2.49 那你到2022年的1月 它的市占提高了到3.2 可是到了3月 它又变成2.2 所以你要超越美元 否则你要取代它 不要讲全部取代 相当程度去取代它都不容易 花起银行它的预估 到了2030年 这个所谓的全球的市占的比 人民币可以到达7.94 成为第三大 就是美元 欧元 过来人民币 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 很不得了了 所以你要去取代美元 我看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这一代或许都看不到 好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经济层面的 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舰长 这个逻辑上来看 我们那时候看到说觉得怪管 因为央视公布 然后这个是联合报 今天的报导 说舰15的舰载机 从美军博客级的驱逐线上面 飞过去 但是宋忠平他告诉我们 应该不是直接 他应该是在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之下 然后是把它驱离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也想说 这个真实性是多少呢 因为他们说确实啦 画面是疑似有看到 美军的博客级飞弹驱逐舰 那如果他真的飞过去的话 是代表着美军 他对你头上飞过 你飞过去 你都不敢动吗 是不是这样吗 您怎么样的判断 其实在这个自由的航行的这种公海的时候 这种你通过我国境附近 我们派出一个军队的军舰也好 飞机也好 通过你附近 那是一种就是告诉你 这是我的领地 我们知道你在这 这是在军事上一个很重要 就是存在就是量 我知道你在这 当初我在海军的时候 有一次到南非去演习 不是演习啊 远航 我走的时候通过马六甲海峡 有一架飞机啊 军用飞机 从我的正头顶 而且低空飞过去 那个声音很响 很响 你全船都听得到 当时我就看着他这样飞过去 会感觉很怎么样吗 不会 我们就知道说他在告诉我 他知道我在这里 所以这个当下 不是会做什么反击 不会 他过去之后他就走掉了 所谓的不礼貌是 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船上有射控雷达 我把射控雷达打开 罩着他 那是不礼貌的 那等于我就拿一把枪对着你 反过来讲 他如果拿个什么雷达罩着我 因为我们船上有这种电针系统 我们也知道说 哎呦 你怎么拿这个武器的系统来锁定我 这也不好 假如只是我们这样子交叉而过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除非他这时候在起降飞机 你这飞机过来 对他就有所干扰 那我也想谈一下 很快地谈一下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些手段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未来五至十年 中美一定有一个崛起的 这个世界的霸权之争 那美国处心积虑的 要把中国打下去 这是我想全世界都知道的 那刚刚你看到这 所有的那些东西 通通叫做手段 那最后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这个中国给打下去 那他最运用 最常用的一个手段 就是我们台湾 因为他知道台湾是北京的痛点 所以你看过去像什么 陈洛西访台啦 中文议员啦 什么这些来 我可以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今天解决这个问题 明天就没事了 他再隔一段时间 又给你来一个炸弹 那台北每天就来那猜疑信 那解决一个 再来一个台北政策法 台北政策法完毕 他又来一个什么东西 他隔一段时间 就会送一个炸弹过来 那我们就是一直不停地 拆隐信 这个拆过了 你觉得安全了吗 错了 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之前 他不会停的 那他有一个他锁定的目标 那我们再说 好比说经济战 打了两年 你可以看到完全对中国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他现在想怎么样 其实我现在看的这个东西 让我的感觉是什么 他现在在天下大乱 他在想办法让天下大乱 他形势会大好 为什么 当天下大乱 所有国家财经 都受到很大影响 你知道最不受影响的是谁 加大业大的美国 他受的影响最低 第二个 美国所领导的这个西方世界 像西欧的什么英国 德国 法国 他们都是属于先进的国家 可是中国最近 这个上和组织 组织起来的这些国家 都是比较在半开发的 他们的经济实力 没有这么强 如果天下大乱 你认为谁会受重伤 上和组织会受重伤 所以他现在就在 他的目标 就是要把中国打下去 可是他发觉 这个经济封锁没用 那个制裁没用 通通没用之后 他一招一招一招的来 现在他又不晓得想到哪一个 把各国的这种钱 升值贬值 升高利率 这也是他手段中的一个 但都不是他的目的 他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把中国给打下去 是 好 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在对于欧洲来讲 他们其实很在意 这个经济的问题 当然也是因为 那就是他们百姓 正在经历的事情 在这场俄乌战争 确实对他们 欧洲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大家就要问 俄乌战争目前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来告诉大家 最新是他们之后呢 就要来举办 占领区的入俄公投 那先前我们知道 普京已经做了一个动员令了嘛 但现在就传出了 说其实呢 在入俄公投之后 很有可能 他就会宣布 这是政治战争哦 有没有可能会有核战威胁呢 泽伦斯基 乌克兰总统呢 就一直在讲说 普京不是虚张声势哦 很有可能就会有核战威胁 而且会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近在咫尺 但也有人在讲 其实在这个当下 大家都是爱好和平的 大家都不希望战争 所以有没有可能 当年的明斯克协议 那个克里米亚的模式 可以在这一次的 俄乌战争当中被仿照呢 很多人讲说可能性不太高啦 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回到当时2014的那个时空背景 那个时候签了明斯克协议的时候呢 是前德国总理梅克尔还在位的时候 然后呢 他拉着前法国总统欧兰德 一起去跟普京来签这个协议 那当然嘛 因为梅克尔跟普京关系好 说得上话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德国总理换成消资了 法国总统马克宏 虽然呢 普京说跟他讲话蛮开心的 但是总是好像谈不到那个边上 那我们就要问 嗯有没有可能是英国首相特拉斯 更不用讲 他跟俄罗斯关系更差 那至于这个拜登则是永远的 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乌克兰人做决定 那这场有可能再签一个 所谓的明斯克协议吗 大家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对于欧洲来讲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 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说呢 全球经济产出已经损失了89兆新台币 相当于法国两年的经济产出了 而这个冬天法国现在也已经宣布 要花450亿欧元来保护国家 免受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 可问题是 即便说呢欧盟他也讲啦 要把这些所谓的营收上线啊 来做一些设定啊等等等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你这些都没用 你就是告诉我 我有天然气有能源可以用才是重点嘛 所以呢 德国民众已经上街头了 他们要求很直接结束对俄罗斯的制裁 启用北溪二号 他们就讲啦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那当然也有一个团体就在讲啊 没关系啦 我们还是要挺价值正确啦 我们今年呢就不要开这个圣诞灯 减少能源的使用等等等 但对于更多人来说 他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而目前呢除了这一些的动作之外 那他们在英国的部分呢 能够做的是什么 能够做的是希望能够赶快来发展一些绿能 能够寻找更多的能源 欧洲的这些陶瓷业呢 他们在求生存呢 则是早一点去开工 原因是因为早上的电费是最便宜的 大家的生活 这就是他们的实况 可是想要来做再生能源 做绿能这件事情 有人就讲了欧洲人你可能不知道 你必须要靠中国 要看中国的脸色 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原因是因为好像这个中国海关这边 他们的公布 说今年呢1到8月 对欧洲出口的太阳能面板急剧增加 出口额已经超过了5000亿新台币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之多 好甚至呢 现在西班牙业已经开始转向 用太阳能电池板来满足他们的电力需求 安装的需求增加大概也有两倍之多 那中国这边的数字呢 再再都显示说 欧洲市场对于他们这些能源设备的需求 是在增加的 也因为呢 其实目前的态势就是中方已经成为了 世界能产能源生产的第一大国 好目前看到的是 这个再生能源的发电总装机 已经突破了11亿千瓦 比10年前多了大概有三倍之多 是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世界第一名 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 如果在能源这一趴 回过头来也是他们最重要重中之重 百姓需求的话 那百姓就要问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个战争 那个克里米亚模式 现在还有可能吗 克里米亚的模式 当然在欧洲会有争议 因为欧盟 北约 美国都不会承认 这四个国家公投的结果都不会承认 但是俄国不会在乎他们同不同意 他们承不承认 因为今天这公投就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资料是 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八成多已经完成了 然后另外两个赫尔松跟杂波罗热 六成多 很有可能在今天都会公投完成 那公投完成我们估计 这个一定是过了 那对俄国人来讲 马上会启动杜马的临时会议 那杜马临时会议会审查 然后通过送到普丁那边 普丁也可能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就签署了 所以就正式会并吞这四个国家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我刚强调的 刚刚讲的这些国家都不同意 中亚的哈萨克也已经表态了 他不会承认这四个国家已经并入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俄国不会管他的上海合作组织 哈萨克的意见 或是欧洲美国的意见 他直接派兵就会进去了 那他目前来讲 他的宣布就是 谁攻打我 那就是谁攻打我俄国的领土 那他不排除会第一时间使用核武 现在联合国的秘书党古特雷斯也说核讨是不可以的 但问题就在于彼此之间 因为苏利文也给俄国自己打电话了 说你不可以随便动用核武 如果你动用核武 我北约一定会给你强烈的反制 现在大家在考验核战打不打的意志 那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所领导的北约 给俄国的核压力不够大 而这四个国家真的爆发冲突 而俄国还真的使用核武 那会是怎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一场讹诈 但是问题就是考验你乌克兰 还有就是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会不会攻打这四个区域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四个区域里面刚刚讲的 像杂波罗热 这个区域还有一大片的土地 并没有完成 也就是说 俄方所能控制的 大概在六成到七成左右 那也就是说还有三成多 不在俄方的控制内 那俄方的目标是不是要全部都收回 那也就是说 这四个地区里面除了赫尔松 还有这个盾尔斯克 那个卢干斯克 比较完整是在俄国的控制内的话 另外两个州并不完整 而俄国的目标如果是把这两个州 整个都完整控制 而乌军他不愿意放 那这个彼此之间爆发冲突 那就要看乌克兰用的武器 是欧洲 美国 还是哪一些国家提供的 那对于俄国人来讲 会不会似同在他领土内作战 这个要看怎么解释 也要看俄国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充满了变数 谁也不知道 到时候俄国是真的敢做还是不敢做 也可能是一场欺骗 也可能是一种恐吓而已 那这个目前来讲 坦白说就悬在那个地方 大家都会有压力 因为未来会怎么走 也不知道 那因此您说 俄乌战争是不是很短时间内结束 不可能 目前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这个迹象 没有这个迹象 欧洲缺能源就一定会缺下去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欧洲不会停止对于俄国制裁 因为美国不停止欧洲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几乎敢跟美国人对抗 说那你制裁你的 我走我的 这不多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北约的国家都会还是遵循美国 对俄国实施制裁的话 俄国的能源会继续不提供给欧洲国家 而它一样继续往亚洲的国家来移动 那它往亚洲国家来移动 世界的经济又开始衰败 那这些产油国一定会用减产 抬高它的这个油价 所以能源价格要在短时间内 往下重挫下来的激励也不大 那因此绝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 开始往这个新能源来寻求 这个突破 寻求解决 我觉得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这就是您所看到的 就是说中国的海关 他们显示出来的就是太阳能板 他们的需求旺盛 就是欧洲国家对他们的需求旺盛 不过在欧洲他们确实有条件 可以大量的使用太阳能板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欧洲的国家的人口密度 除了荷兰等少数的国家以外 大部分的人口密度 是没有那么高的 不像台湾 台湾基本上来讲 你要使用太阳能板来作为新能源 这个可能性实在是不太大 但是欧洲的国家 他们的人口密度没那么高 那他们本身使用这个太阳能板 特别是在往地中海 这个地方靠近的阳光充足的这个地方 来实施太阳能板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欧洲也一直在解决能源问题 但是能源问题已经造成 欧洲社会内部的动弹不安跟撕裂 我们看到左右两亿的势力崛起 中间的这些势力在衰败 这也跟能源 跟他们的经济发展都有关系 是 来 请教委员 那现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在能源这一关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要看中国脸色 有人就直接这样写出来了 欧洲再生能源要看中国脸色 会有这么严重吗 来 您怎么样来观察 我刚刚就讲了 像面板 太阳能板 这些大概都是 中国大致全世界巨大的生产国 其他老二老三 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大 所以你如果你要发展太阳能发电 那你当然就要用 要跟中国大陆买面板 中国大陆也不可能不卖给他 就是这么一个生意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大的工厂 你要锻炼 所以你要离开 你不跟中国大陆做事就很难 你英国女王要办葬礼 你要一大堆的国企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可以 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做出 几十万只的国企给你呢 因为只有大陆 所以还有你说他们看 报纸在写这个 欧洲说因为能源不够 所以他们要节省用电 那冬天那么冷怎么办 用电坛 跟谁买 跟中国大陆买 是不是 那也只有中国大陆这么短时间 可以供应这么多给你 所以这不容易切得断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 这场战争 不容易结束 是因为俄国的那种特质 第一个就普丁这个人 就是很顽强的人 俄国这个民主 也是很顽强的民主 所以你现在说这个战争 现在就要把它结束掉 你怎么结束 你办了公投也结束不了 因为打架是这样 一方不结束 这个就不会结束了 你普丁要结束 乌克兰也不会结束 你占领了我的土地 濒入你俄国的 变成你的国土 然后你要我说 就OK战争不打了 不可能 泽伦斯基也没有办法 给乌克兰交代 拜登也没有办法 给美国人民交代 拜登最近民调上升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表现 美国人是满意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 阿富汗撤军 拜登甚至大跌 你现在在乌克兰这个战争 又灰头灰脸结束的话 那我告诉你 拜登就完蛋了 你想再选总统也没有了 那现在要说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普丁可能自己要去解决 你现在俄国人民开始在反对 以前俄国人民可以忍受普丁的高 这种也不能讲高压 这进负高压的政策 是因为觉得你可以恢复俄罗斯的帝国的光辉 所以就支持你 你要打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也不够一事 一直要排二 那你因此可以获得一些土地 我们也高兴了 问题是你现在征兵 你把我儿子抓去当兵了 你把我丈夫刚结婚也抓去当兵了 然后他可能就死了 或是残废回来 你认为这个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 死伤只会越来越多 俄国人说我才死了五千多人 西方的情报是七八万人 八九万人 所以这个你要相信俄国 相信俄国 现在很多人相信西方情报 不会相信俄国 这个战争俄国没有任何隐的可能性 除了你拿核武出来用 你拿核武出来用 你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个战争 那只是另外一场战争的开始 更可怕战争的开始 所以你现在你怎么办 你普定你要做一个停损点 可是他现在大概也不知道停损点在哪里 他现在大概就直接想指挥部队了 你知道吗 很多像希特勒也是一样 就喜欢到你喜欢指挥部队的时候 你的部队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所以他现在真的 我看不出他要怎么赢 所以这个战争就是很折磨人 但这个战争至少再打个半年 甚至一年 这个可能性是很高了 欧洲当然会很痛苦 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决定 解决这个战争 因为美国人说我不停 就停不下来 那乌克兰家全部人 他们就是去打仗 什么经济生产也几乎都没有 除了农地种东西以外 可是美国拿钱给他 其他国家也要拿钱 西欧也要拿钱援助他 所以他就等于专心打这场仗 那就像越南打仗一样 你美国最欧 越南人就是大家就打这个仗 其他的就靠中共跟苏联援助他打 所以这个仗可以 乌克兰打的是相当不错表现的 所以这个仗我是觉得是慢慢长日 要想停战是很难 这可怜的是人民 真的 来 舰长 首先我要说 每一个人的能力跟他的地位 是要去匹配的 好比说我们说在一个公司里面 有一个人他非常有能力 他也很努力 因此他就一路升上去了 那大家公司同仁看到的 也都心服口服 假如有一个人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他泡着拉关系 靠着胎马屁上去 很多同事都会心里不满的 然后会造成这个公司经营发生问题 其实世界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条件 有些国家的条件非常好 那他的人民也很努力 他就一直这样的往上成长 中国就是这个例子 最近30年 中国就是因为他的能力 以及他的努力 所以他一直在往上成长 那大自然不是说 强者就一定强 弱者就一定弱 像英国就衰败下来了 英国的衰败是哪一个人 去特意打压他吗 没有 就是一个历史的慢慢的淘汰 中国的茁壮也是一个能力 配上他的地位 可是谁想要用外力去强力改变 美国 美国不容许这个自然事情发生 所以他想要外力强力去改变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动乱 其实动乱之源 真的就是在美国 因为他希望用他的外力改变这些 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去说一下的 我对中国的这个叫做绿能 感受非常非常的深 15年前我在上海 大概待了一年半 我们成立一个训练中心 那个训练中心刚开始 这个要验收拿使用执照的时候 我就跟你 那时候就一个建筑的通跑来说 不行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太阳能的板 临时加装赶工 花了500多万人民币 后来我才注意到 仔细到每一个地方 只要是新盖的房子 我不是说大的建筑物公司 小的一般民间的房子 它每一个房子的上面 都有一个圆圆的一个东西 我每一个我就在那里看 我就问他们说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那是太阳能的热水器 我说15年前就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当时就觉得 所有新建公路旁边的路标 全部都上面有一个板子 往上天空槽 我又说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太阳能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学校要成立 要去买摩托车 摩托车我记得当时 告诉我的一个报价是 执照是两万五千人民币 我说我的天啊 你这个东西比我的车 台湾买近摩托车还要贵啊 如果你是电动的就不要 所以那个中国是一个叫做计划经济 他是用国家来带动 15年前他的每一项 这是我看得到的三样 那你就是他所有大的小事 国家用他的计划 带着全国的工厂 全国的人民往这个方向走 难怪他今天 太阳能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某一个厂商 某一个商人很有一个远见 很锐士 对不起 整个都是一个国家计划 经济体系下的一个成就 是我们现在其实呢 要来看到是 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头 今天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 这个是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 他的丧领呢 就在今天举行 这场丧领呢 基本上耗资了16.5亿日元 而且呢有人说是在 争议声中登场的 原因是因为 其实有超过半数的日本国民 基本上他们是反对的 甚至呢还有人是比较激动的 用比较激进的方式来抗议 好为什么在他们百姓间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民调数字跑出来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发现了 英女皇的国葬呢 花费大概是2.7亿 啊怎么安倍的国葬 花费到3.67亿 甚至更多 他们就只想问为什么 好其实一开始呢 日本目前的这个在位的首相岸田文雄 他是想要做什么 他想要做调研外交 他认为的这一个场合 那安倍毕竟他在这个首相位置 其实在位时间前加后也蛮长的 他遇过非常多G7的这些领导 都跟他曾经共事过 大家应该会来吧 结果他没有想到 怎么发出了那么多的邀请函 回来的却是没有按照预期 甚至G7没有一个领导人过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问 这个调研外交现在是不是真的宣告失败了呢 目前在美国的新闻周刊就在讲 他们其实本来想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国力 但是彭博社也在说了 岸田没有料到 其实这一个所谓安倍遇刺的同情票 并没有转化成自民党的支持率 甚至现在这个枪手山上彻野 在日本民间有越来越多人在讨论 为什么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 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开始还有人要帮他拍成电影了 所以他们就讲了 这整起事件是不是完全的超出岸田 他的想象 而其实现在看到的是 在日本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发展 是不是也真的完全的 没有依照他的想象在进行 日本很多人对于他的印象 可能是说他其实高科技也还行 可是你可能听到这件事情会有点吓一跳 原因是因为 9月6号的新闻是今年他们的数位大臣 上位之后竟然是誓言淘汰老旧技术 你要问老旧技术是什么 来看看这边是所谓的光碟机 光碟片传真机 这个光碟片是3.5的瓷片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开会的时候 讲到说很多人连这个瓷片都没有看过 日本人竟然还在用 你没有看错 像他们的政府竟然还有1900项的公文流程 就按照你一定规定 你要使用这个3.5的瓷片 他们就说了 日本现在的科技方面 很多其实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没跟上 甚至也有人说 他的汽车大国地位不保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家现在不是都在讲5G吗 就连台湾我们手机都已经在讲5G通信了 可是他们的日本车企业丰田本田 说竟然才刚开启4G时代 那他们觉得这一点是不是让他们这四个字 步步落后 好让日本人会有一点怨气 就是心里头会觉得这口气 这口气很难咽下 因为想当年90年代我们多有钱啊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说光一个东京的所有地家房 这个产值是可以买下 全美国是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 你想想看那个光景后来呢 还被称为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 可是现在的状况又是什么 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当然也就不用讲了 那个时候所签的这个广场协议 是不是真的会造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其实呢这一件事情 在今年的唐奖得主萨克斯 这位经济学家他就有讲了 他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以前的日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现在看到在中国的身上 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中国科技呢 现在曾经领先全球 那当然啦 先前因为历史啊地狱 政治等等问题落后了百年 他觉得现在呢 不应迎头赶上 不允许他迎头赶上 这件事情是很不合理的 而他也认为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会造成反制措施 会让双方越来越敌对 会形成战略上头的两难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 有没有可能又看到同样的剧情 再次的上演 说到了对中政策 在今天这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再一次的强调 他们没有对台湾的主权采取立场 而在这个印太战略的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 其实英国才是真正蠢蠢欲动哦 大家看到他们新首相特拉斯 主动发言 说要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 派出了他们的外相科维利 去哪里 去了日本 然后要去韩国 甚至呢 去新加坡之外 每一个都是在这个地域上 其实你会发现跟 美国他所谓的印太战略 也是非常相同的路线 包括贺锦丽 他现在其实也在日本跟韩国来做访问 好 非洲的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氏就讲了 如果啊 在这个区域上 台海真的开战的话 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 他们会加强跟美国方面的军事合作 会不会在这个区域上 真的终需有一战 而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们如何观察时间点在哪里 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宾分析给你听 好我们刚上一节讲到了 在今天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的丧礼 好不过也就在今天 其实日本他们的政坛开始有了更多的讨论 除了对自己丧礼之外 他们其实也在讨论的是 到底日本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老师 日本的未来看起来是不妙 因为他这次的葬礼 连日本的民众都反对 七成以上的民众认为 你不可以发挥超过 比英国女王更高 他们觉得没有道理 因为英国女王再怎么样是经历过 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 再怎么样还是英国 虽然是虚伪元首还是元首 而安倍晋三是一个有争议的首相 他的三支箭也是有问题的 到今天为止 在日本的国内是有很多的评价跟争议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们认为说 那葬礼负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也不应该 那么这六成 六成左右的民众认为 你这个宪法依法有问题 因为你这个国葬 这个法律上的地位有问题 所以安庭文雄执意要办的时候 安庭文雄本身的支持度就直直的弱 到目前为止起不来 那这代表 日本的民众对于这个政府 做这件事是不肯定的 他也会影响到外国的元首 外国的政治领袖 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因为他们看到 日本的国民绝大部分是反对 然后他如果再来参与的话 那这个情况并不理想 那当然对日本来说 他本来想办的是一个仗礼外交 就像英国办了这样的一个仗礼外交 他希望他的G7的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来 结果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 连美国 他已经完全全的 依附在美国身上的日本 连美国都只派副总统 拜登都不愿意来 那特鲁多加拿大等 所有的都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的话 是情何以堪 花这么多钱 然后法律上都有问题 地位上都有问题 然后你还办这样一个仗礼 那这个仗礼现在还在进行中 我觉得最高度重视的是谁 在全世界最最最最最最 你看我又不知道多少罪了 最高度重视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当局 他们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高度重视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日本却是最最最最最最最 最不重视的 那就是民进党当局 我想这个是很无奈 也很可悲的事情 不过民进党不代表我们台湾 再强调民进党不代表台湾 这点一定要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最后一个我觉得特拉斯 英国现在挤两众 坦白说英国现在GDP都被印度赶上了 只剩下几两众的英国说要确保台湾 能够自我防卫 你拿什么来确保台湾 你要供应台湾什么 不要一张嘴 一张嘴就很可怕 然后民进党还开心到不行 民进党开心到不行 你对一个只有一张嘴的人 你还开心到不行 那因为我们要问的就是英国要给你什么 能给你什么 然后他愿意付出多少 还是一张嘴讲完了以后就开始捞了 你要给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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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民进党就把台湾人的利益 就去奉送给英国人 我最怕的事当是在这里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在英国这边开始有动作之外 基本上现在大家其实就想要知道的是 在目前日本的国内 包括他的经济上 我们刚提到了很多科技 以及车业的部分 会给他们有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那现在就连唐奖这边 他们其实也都在讲说 其实过去的日本经验 跟现在的中国经验看起来 就想问说会不会有所谓的 可以来好好看一看 也许这当中背景 还有对方特别是美国 他的动作会是怎么样来进行 日本因为它非常没有安全感 地震 火山 然后你看它面对的左边的墙林 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 从上面的俄国有领土的增值 然后北韩 跟南韩也有领土增值 北韩也有核武 然后中国大陆那更不用说 也有钓鱼台问题 还有就是它也拥有核武 所以日本只有选择完全倒向美国 其实日本自己本身 它是个相当保守的民族 因为它是个海岛的一个国家 它是被人家强迫打开大门 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教一下舰长 在目前看到美国跟日本的状况之后 您怎么样来看 英国现在其实他们也开始 想要在印太地区在活动 我这样讲 1995年那个时候左近 我在美国留学 当时日本的势力之大 是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的 你要说它今天会沦落到这个样子 几乎在那个年代 没有人会相信 可是这件事说明了一件事 这个世界没有拔不倒的数 看你力量用多少 中国一样要小心 你别以为美国拔不了你 但是我只能说 中国跟日本差异太大了 这两国的国家力量的实力 人数 整个的形成的市场 这是没有办法比的 想要把中国打下去 像日本一样打下去 它的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但不代表没有